先援将接受邀请国防部军备局第205场 带来不具伤害性捕捉野狗、蜜猴、制服持蟹匪徒 几具攻击性精神病患的利器、抛枪绳及捕捉网的使用示范 捕捉网可以说是我们对付野狗跟蜜猴 目前会危害农种物会侵入到社区民宅的蜜猴 可以对付他们的有效的利器 那刨身枪、刨身器也可以对于我们救灾救援、救难 可以有很大的助力 所以期盼在往后这一些工具的加入之后 能够让我们的救灾工作、救难工作 以及我们野狗防治以及野生动物侵扰这个危害 能够把它降到最低 国庆烟火释放地点建议 太平农家用地火化利用 山里部落74年后建物修建、增建、重建问题 即建议山里堤防、兴建工程 向北延伸、闲建现有堤防 都是江源稳证重点 可是他只坐在这个楼做到山里垃圾场那个 试验场野区 山里虚口 坐到那个地方 可是它的上面再往上1000公尺 往北1000公尺 将近1000公尺完全没有做任何设施 而已经完成了这个堤防这个地方 它是整个河道最速缩的河段 最速缩的河段 那从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那个水是往 立即阿邦安的这个 山壁这边冲出啊 冲了之后它回几点 水流的回几点 就刚好在现在了 这个位置 那如果 富汗工程不延伸到 具有堤防把它衔接的话 它的上面这1000公尺 这30几公尺的农地 也是岌岌可危 那等于是说 我们现在这个堤防做了 也没有太大的效益 好 这个是我们现在八局 预计要新建的这个堤防这一段 它预备要从这个河床中央 来挖起这个沙尺 顺便来输具来做富汗工程 那这样子做 这个地方是有保障的 可是上面没有保障 它的上面一样会被冲掉 现在红色的字 那个箭头那个位置 那个地方还是会被冲刷掉 那边冲刷掉 这个提款就没有用了 江建树议员认为 焚化炉一定要启用 处理现有垃圾 之后一年烧四个月 降低污染 以上是台中县议会 第18届第五次定期会 5月31号县政总直询议程 先缘江建树的 问证内容摘要报导 有多热门整理 这个提款这一段 这一段 我们可以做的 感谢观看